陸淫神色 陸淫神色 機關周文 我曾經請過天下第一所像 崔金白開啟 但也開不了 現在屠龍夫婦死了 無法迫問 真是後悔莫及 或者 陸淫神會知道打開的方法 我曾經花了十萬兩銀請紅葉齋打探 屠龍夫婦有個女兒叫屠嬌嬌 十年前被找到惡人谷 她也不敢出來 人家也沒辦法進去 就算她知道解法 也找不到她 爹 有一個信念 這個神色 最後一定會由我打開的 爹 可不可以把這個神色放在我身上 讓我幫爹打開這個眼迷 好了 由今天起 你就穿上小姐衣服 不要再睡那間下人房了 爹 再教一些功夫給你 謝謝爹 嗯 原來殺我乾媽一家的就是你這個衰人 幸好你不知道我在 老天然是我一個救人的好辦法 小小愛妻 我又來看你了 帶了你最喜歡的花來陪你 不知小月兒去到江家會不會有危險呢 她這麼機靈不會有事的 很難說 柳奇這麼厲害 而且江別學又這麼陰險 還有那個江玉燕 我總是覺得她有點古古怪怪的 說不定她比她爹更加狡猾 你說得沒錯 但是我們的小月兒也是一條滑滑滑的魚 她是沒那麼容易被人捉到的 她是沒那麼容易被人捉到 但是她被你捉到 但是你知不知道她上一輩子是甚麼 是甚麼 是一條真正的魚 那你呢? 我當然就是漁夫 所以上天注定 魚和漁夫會在一起 我回來了 小月蛋, 你沒事吧? 不但沒事, 我還想到辦法 救你姐姐, 救你爹 殺了毒劉奇 甚麼辦法? 原來江別學手上有六任神色 不過打不開 所以暫時待著 而六任神色裡面就收藏著 宜花宮失傳的武功心法 宜花節目 這種武功心法比劉奇想在七星年朱之日 練成的邪功強得多多聲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拿在柳奇手上, 豈不是很麻煩 江別學怎麼會給她 這件事是她翻新的唯一希望 我們就行了 就用六任神色 來交換淑妃娘娘和鐵盟主 我們哪有六任神色? 有, 我說有, 就有 有, 我說有, 風 有, 沒, 風 有, 風